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一套 这套是工业风 一进门 旁边就是一个套房 套房的小客厅 套房的卧室 套房的洗手间 套房的更衣室 电视机 吊灯 套房的对面是半个厕所 进门挑高空间 单展吊灯 客厅的部分 餐桌 餐桌旁边有一间酒窖 储藏红酒的地方 厨房 深色的碧柜和厨房的中档 电视厅 电视厅 当电视厅或家庭厅很大的时候 沙发通常都不会沿着墙放 然后沙发后面再放一组柜子 摆放一些装饰物 这样整个客厅又会被充满 这样整个客厅又会被充满 California Room 以及他们的后院 一个大泳池 一个大泳池 藤鱼 这个是可以生火的 讨火的后院 这个是整个房子的后院的外观 这个泳池非常大 这个是居家泳池里面少有的大 厨房的后面应该是另外有一间储藏室或车库 这里是储藏室 这是车库 我们上楼看一下 这是二楼的 Loft 这是楼梯 Loft 房间在另外一侧 第一间 公主间 这个明显就是给小女生的 这个装修很有意思 设计了一个小舞台 这边是公主间 这边第二间应该是给男生设计的房间啊 这边是公主间 这边第二间应该是给男生设计的房间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卧室 主卧室的洗手间 这是淋浴的部分 喷浴 两个洗手台 厕所和更衣室 主卧室的阳台 最后一件 这个Lukas应该会很喜欢 像小房子一样的薄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后面看到这几种户型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种用推拉门敞开式的面向后院 所以进到前门之后 整个感觉就可以一眼看到后院 整个空间就是内外结合 非常敞亮 非常舒适 其实这样的户型现在很受欢迎 而且也没有很贵 像这个4500多尺 等于是420平的面积 只要200万美金左右 当然不是这样的样板房 是那个 也不叫毛皮房 就是你需要做自己的布置和摆设 只是说这些家具 这些软装都不包含 然后后院也不包含 后院是你拿到房子后要自己做的 所以具体在买的时候你要看你买到的那个房子的土地的大小 要买房的泳池用网做了安全保护措施 避免跌入泳池 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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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推达门一关上之后 整个屋子就安静了很多 它的隔音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吧 走吧 亲爱的 Thank you 拜拜 有啊 这里有个高中投资了3亿美金感 挺好的 好烫 你要懂得 女儿现在都知道 你看看看拍拍就这样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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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